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月哥 上世纪70年代 北爱尔兰人民为了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组建了共和军 英国政府派兵镇压 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由于长期的敌对和仇视 导致武装冲突愈演愈烈 盖瑞是一个长期混迹在贝尔法斯特的小毛贼 这天他在楼顶上偷破铜烂铁的时候 被当成了共和军 差点就被英军的举系手射杀 盖瑞一路奔逃 慌步折路 英军的装甲车横冲直撞紧追不舍 当地民众愤怒的向装甲车投掷石块和燃烧瓶 英军发射催泪瓦斯予以还击 现场一片混乱 因为盖瑞逃跑时 差点暴露了共和军的枪械库 共和军成员决定教训一下他 拿枪抵住了他的膝盖 盖瑞的老父亲朱塞佩听到消息后 火急火燎的赶来救儿子 看在朱塞佩的面子上 共和军就放了他一马 可父亲担心盖瑞留在这里会性命不保 于是就连夜送他去伦敦 临行前 父亲给了他一些钱 并告诉他 踏踏实实赚来的钱会更持久 盖瑞觉得父亲很唠叨 当他看到父亲苍老的背影渐行渐远时 心里又忍不住一阵心酸 他破天荒的从父亲喊了一句 再见老爸 传承盖瑞巧遇了老同学保罗 于是两人结伴同行 到达伦敦后 他并没有按照父亲的安排去投奔姨妈 而是在老同学的介绍下 加入了一个小团体 过上了自由放荡 无拘无束的嬉皮式生活 可他和一个女孩太过亲密 引起了一个叫吉姆的英格兰人的嫉妒 加上不断有炸弹袭击伦敦 所以这个吉姆对爱尔兰人十分的仇视 盖瑞和吉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随后两人扬长而去 这对难兄难弟流落街头 准备到公园的长椅上将就一晚 此时一个流浪汉却指着椅背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了我的地盘上 上面的字母CB代表我的名字 查理帕克 我用这把小刀刻的 查理说他年轻时就来到了伦敦 现在却落魄如斯 接着盖瑞把自己仅剩的一点零钱都给了他 这时八点的钟声响起 伦敦基尔福酒吧发生了剧烈爆炸 顿时火光冲天 碎屑横飞 而爆炸发生时 盖瑞和保罗正在四处寻找过夜的地方 一个形色匆匆的妓女丢了钱包 两人好意提醒 凡被嘲笑玩不起 随后盖瑞用钱包里的钥匙 打开了妓女家的门 玩了玩里面的奇珍一宝后 还找到了一大碟钞票 第二天盖瑞穿着从妓女那里偷来的衣服就回了家 一回家就得意的给妹妹零花钱 完全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 和盖瑞吵完架的吉姆觉得不爽 就去警察局告发 说是盖瑞和保罗策划了基尔福酒吧的爆炸案 随后留在伦敦的保罗就被逮捕 晚上军警冲入盖瑞家抓走了他 盖瑞被押解回伦敦 关进了审讯室 审讯官怒目原真 杀气腾腾 尽管盖瑞一再声明自己无罪 可他们完全自知不理 他们揪住盖瑞 逼迫他为所犯的罪行忏悔 他们依照新修订的反恐法案 将盖瑞的羁押期延长至七天 西皮窝里的另外两个爱尔兰人也被抓了进去 办案警官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严刑逼供 他们把枪塞进保罗的口中 最终熬不住的保罗选择了妥协 他按照警察的指示 奉劝盖瑞学聪明点 争取宽大处理 盖瑞神情悲痛 替泪交加 连声喊着冤枉 可警察们完全无动于衷 拿出杜撞好的供词 逼迫盖瑞签字化压 与此同时 伦敦警方已经监控了盖瑞的姨妈 父亲急冲冲赶到他家 商量着要请一个律师为儿子辩护 军警突然破门而入 将房间里的男女老幼全都抓了起来 此时盖瑞依旧不肯认罪 审讯陷入了僵局 一个警察威胁盖瑞 再不认罪就要枪杀他父亲 盖瑞听完后瞬间失控 揪住对方扭打在一起 随后警察将他控制住 这一招击中了盖瑞的软肋 他痛哭流涕的在供词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紧接着爆炸案四个主犯 被分散关押到伦敦不同的监狱 盖瑞被毫无尊严的扔进了囚室 父亲也被抓了进来 他向父亲发誓 自己从未参与过爆炸案 这几天的恐怖遭遇 让盖瑞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他变得焦虑狂躁 不断拍打自己的脑袋 父亲紧紧抱住他的头 极力安抚他的情绪 他鼓励而至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开庭前 这期爆炸案的主办警官 已经受益手下伪造了证据 围观群众高喊着要枪毙这些混蛋 主审法官敲着二郎腿悠然自得 庭审开始后 检方指控四个爱尔兰青年 策划实施了基尔福爆炸案 指控后排七个被告人 非法制造储藏和运输爆炸物 辩方律师提出质疑 认为是警方急于立功才驱打成招 所有的被告 包括14岁的孩子 都声明在积压期间受到了虐待 主办警官失口否认 被告席顿时一片哗然 大家指责他说谎 然而检方由这些人签字画牙的供词 还出示了伪造的证据 盖瑞接受咨询时说 事发当晚他和保罗在一处公园里 一个名叫查理帕克的流浪汉 可以为他们作证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警方 说查无此人 检方随即指出 盖瑞亲口承认当晚偷了一个妓女的钱 他呼吁法官和佩训团 要相信十个宣誓作证的警察 而不是相信一个偷妓女东西的小偷 况且当晚并没有人报失窃案 佩训团合议以后 当庭宣判这些年轻人有罪 主审法官斥责盖瑞 为什么不控告你判国罪 那样我会毫不犹豫的判你死刑 随后法官宣判结果 盖瑞和保罗被判终身监禁 姨妈被判处14年刑期 他的两个未成年儿子分别获刑5年和4年 盖瑞的父亲被判处12年刑期 另外两个爱尔兰青年获刑30年 法庭上顿时传来一片无助的哀嚎声 盖瑞和父亲随后被押到了派克监狱 英国最凶险的犯人都关押在这里 就连这些英格兰罪犯都对父子俩充满了怨恨 监狱中的生活枯燥乏味 父亲劝盖瑞不要灰心 要相信正义迟早会来 不久后警方逮捕了一个叫安德鲁的共和军成员 他如实地交代了基尔福爆炸案 是他一手策划实施的 警方的第一反应是封锁消息 把这件事压了下去 安德鲁入狱的第一天 就遭到了英国囚犯的挑衅和围攻 双方混战在一起 盖瑞也加入了战斗 遇见将他们制服后 就把几个参与斗殴的人关了禁闭 禁闭结束后 安德鲁就找到了他们父子俩 将爆炸案的真相合盘托出 盖瑞的父亲听到后觉得十分震惊 安德鲁向他道歉 他也不接受 因为他是信奉天主教的 无法原谅那些滥杀无辜的罪人 盖瑞不仅不同意父亲的看法 还整天跟安德鲁混在一起 他们先是合伙搞定了欲罢 树立威望 接着带的欲友发动了抗议示威 他们挂满横幅 要求政府为盖瑞父子平反冤案 典狱长组织了防暴警察 对抗议的犯人进行了镇压 不久后 一个叫加雷斯的律师来监狱探望父子俩 此时盖瑞的父亲因为肺病复发 连走路和说话都很困难 而盖瑞对律师怀有极深的成见 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 自从上次暴动被打伤以后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 为了报复典狱长 安德鲁连夜搞来了一些机油 当晚监狱组织犯人看电影 安德鲁指示手下制造混乱 他趁机将机油喷在了典狱长的身上 典狱长瞬间就被烧成了一团火球 盖瑞看见后赶紧上前帮忙灭火 最后典狱长被烧得面目全非 浑身抖个不停 看到眼前的惨状 再看看安德鲁毫不在乎的表情 盖瑞的心被刺痛了 尽管他也痛恨英国殖民者 但他并不认同用这种凶狠残暴的方式 去以暴之暴 后来典狱长落下了终身残疾 而安德鲁被隔离监禁后失去了消息 漫长的监狱生活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继续着 父亲依然坚持写申诉信 期盼有朝一日能沉冤昭雪 看到父亲如此执着 盖瑞决定放下成见 和父亲并肩作战 盖瑞向律师详细讲述了事发当晚的所有细节 接着律师去了公园实地验证 以置背上确实有CB两个字母 随后他去找了当年的主办警官 请求他给盖瑞的父亲办理假事 因为他的病情日益严重 很可能会威胁到生命 可主办警官说盖瑞父子是最大恶极的犯人 必须要扶满行期 律师当场反驳他 真凶其实早就已经认罪 只是你们一直在蓄意隐瞒 但警官并不想过多解释 随即下了足颗令 晚上盖瑞帮父亲做薰针治疗 缓解疼痛 他聊起了自己小时候 会好奇地模仿父亲的样子治病 结果握死了薄荷油 导致舌头肿胀 连话都说不了了 提起这件陈年去世 父子俩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父亲一个劲地咳嗽 盖瑞为他敷药按摩胸口 他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 父亲牵着他的手 他能闻到父亲手掌上淡淡的烟草味道 每当他回想起那种味道 就会觉得既开心又踏实 父亲愣愣地看着他 一时间百感交集 父亲让盖瑞握着他的手 可盖瑞却觉得很难为情 父亲说 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我真的好害怕 害怕死在这个地方 害怕留下你妈妈一个人孤零零的 这天深夜 盖瑞察觉到父亲有些不对劲 他跳下床查看 发现父亲呼吸困难 陷入了昏迷 盖瑞尝试让父亲醒过来 但无济于事 接着他大声呼喊 赶来的预警将父亲送往医院 但却不允许盖瑞陪同 盖瑞在囚室里 悲受煎熬地度过了一晚 最终还是等来了 父亲去世的消息 御友们高喊着 朱塞佩受冤而死 他们投资火苗为他哀悼 这个平凡的父亲 陪伴儿子度过了 数年艰苦漫长的牢狱生活后 终于还是蒙冤而去了 父亲去世后 盖瑞没有陷入悲痛之中 反而更加坚定了 他平反昭雪的决心 通过律师组织的示威游行 这件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一时间民怨沸腾 纷纷要求释放蒙冤入狱的无辜者 而此时事情也出现了重大转机 由于档案管理员的疏忽大意 律师意外拿到了 当年案件的关键证据 而且这份档案里 还附着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不得给辩护律师查看 这份证据证明 警方明知道盖瑞父子是被冤枉的 还让他们入狱服了刑 有了这份证据 翻案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 不久后 吉尔福酒吧爆炸案开庭重审 一手导演此次冤案的罪魁祸首 依然大言不惨地宣誓诚实手信 尽管他知道自己满嘴谎言 此时距离案件时间 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 姨妈已经坐满了14年牢 就连两名幼稚也没能幸免 几个年轻人蒙冤入狱时 风华正茂 他们对这世界充满了渴望 充满了探索的欲望 可如今他们脸上早已刻满了沧桑 那冷冰冰的监狱 埋葬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当律师呈上那份关键证据时 早已愤怒至极 他大声咆哮着 指责那些丑恶肮脏的掌权者 利用司法机关进行政治迫害和种族复仇 而那些所谓的罪人 唯一的罪过就是 他们是爱尔兰人 经过陪审团合议之后 法官当庭宣布 这些人被无罪释放 整个法院都沸腾了 掌声和欢呼声持起彼伏 这起长达15年的冤案 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正义 盖瑞迈着坚定的步伐 高昂着头 不顾警卫的阻拦 他坚持要从正门走出去 因为他已经是自由人 这是他作为人的权利 他抱着母亲和妹妹 对着镜头大声喊道 我是清白的人 我因莫名之罪被囚禁了15年 我看着父亲冤死在英国监狱 可政府依然说他有罪 我要告诉他们 除非我父亲平反 除非所有盟冤的人平反 除非所有有罪的人受到制裁 否则我要斗争到底 以父亲之名 以真理之名 《英父之名》是吉姆·谢里丹 1993年上映的作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据说是英国司法史上 最黑暗可耻的丑剧 四个爱尔兰年轻人 盟冤入狱15年才得以朝雪 影片的结尾并不是真实故事的结尾 盖瑞说要以父之名 斗争到底 从1974年蒙冤入狱 到1989年无罪释放 再到2005年2月9号 终于迎来了布莱尔首相的道歉 这迟到了整整31年的正义 着实让人唏嘘 当普通人遇到强大到 让你生不出反抗念头的黑暗势力时 我们被逼着妥协 退让 低头 直到最后变成习惯性的恐惧 这就是萧生克救赎里所说的体制化 这些墙很有趣 刚入狱的时候 你痛恨周围的高墙 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 最后你发现你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你离不开它 当习惯了低着头生存 你会觉得连抬头都是一种危险 影片最后盖瑞还能对着镜头 说出那些话是了不得的 在被奴役被打压了15年后 普通人都能学会明哲保身 可他偏不 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 有些信念是打不死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在 正是因为有人还在坚持这样的信念 所以我们才能在黑暗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顾承说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诚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 有人想做威光 有人想做蝼蚁 我们不必指责蝼蚁明哲保身 也不用嘲笑威光不知量力 但作为蝼蚁的我也怕 我怕这威光还没有发光 就已经被黑暗吞噬 于是我只能近乎绝望的希望 终有一天 这星星点点的威光 能够慢慢的把黑夜照亮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